您的淚光柔弱中帶傷 慘白的衛生間勾住過往 憋得太漫長凝結成了霜 是誰在門外邊冰冷的絕望 菊花殘滿地傷 您的大腸一泛黃 花落一褲襠 我心事趕緊上 北風亂黨中央 激起民憤撿不斷 徒留我孤單在公廁發荒 快人快語天下事 京腔京韻老北京 各位茶友各位觀眾聽眾大家好 歡迎光臨歡樂醒樓的 品大碗茶聽大實話 我是劉卓 我是李正 茶碗一挂段子先行 開板上段子 話說不是我不明白 這世界變化快 又怎麼了 黨又改台詞了 我暈又改什麼台詞了 以前不是說說你行你就行 不行也行嗎 對下聯是說不行就不行 行也不行 對現在得這麼說了 說你陰你就陰 不陰也陰 甭啊了 趕緊對下聯 下聯得這麼說 說不陽就不陽 陽也不陽 嗚呼呀 對賬如此工整 別讓您念過私俗吧 木曜甭到悶了 這對聯 不會真出這種事了吧 網友吳文行表示 恭喜劉卓小同學 您又猜對了 不是玩真的呀 吳文行說了 R4K真如假包換 什麼情況這是說說 老吳說 孫春蘭老太太昨晚回京了 工作組隨行的全走撤了就 折騰的沒勁了 拍屁股走人 粗俗 得說拍破定走人 還不如我那個了 接著說老吳那帖子 老吳說了 東安新村在方倉的 明天不管陰陽 全部回家 很多到現在 一次都沒陰過的 都回去了 啊 說的有多月 估計花的差不多了 錢 我天哪這不是段子吧 敢這麼玩這上海人 您往這看 名字叫105號樓 105號樓的微信群對話 404居民表示 這門牌號牛 上邊告我可以回家了 大家做點心聯準備啊 我還是洋人呢 放讀回家準備擴散 204那邊不幹了 這推不負責了 這銀劇都下內急了聽聽了吧 404說 人說了 現在不看核酸了 看CT值 繼續玩 204表示 聽說了 標準降低了 40改35 不是開局一個數大小全靠邊 404心裡不踏實 說關鍵我連一回音還沒測出來呢 這樣讓我出倉 搞不懂我現在 上海市衛健委表示 甭搞直接不懂裝懂就行了 省浪費時間浪費腦細胞 這叫解放思想與毒俱進 齊活 關鍵是黨一天到晚嚇唬 又千里投毒 又砸門活捉的 這思想現在讓解放 解放不了啊 碰上一負責任洋人 不敢回去了 404說了 要是回去再發生交叉感染 傳給別人 那我這麼長時間 我不白隔離了嗎 看來是方艙醫院不要的了 說了 明天就讓我出艙 我還洋著呢 搞不懂 估計是 洋我們洋煩了吧 方艙除了蓮花清分以外 要忙沒忙的已經 204這位還嘟囔呢 嘟囔 怎麼都這樣啊現在 為了清零什麼事都幹得出來呀 徹底錯亂了 左是陰性的上海人 剛被踹開門直接綁走 隔離 今兒呢 就是頑固陽性的上海人 被活生生給推出方針 放回家了 這什麼有病啊 所以網路書法家們以書帶嘴 敬護月 簡直是敬如癱瘓 動如癲癇 整個精神病國家 這麼著吧 我也來副紅二代書法作品吧 黨的清廷好政策 真是打到了一手的 人間獵獄海上魔都 直說得了 魔都上海 戀獄人間 2600人的精神病是大折騰 整個就一惡搞的段子呀 上海市政府宣傳幹部表示 絕對不能說是惡搞 那怎麼說的 要說上搞 善於惡搞 這人怎麼這麼負能量呢 看來不讓事實好好教育教育你 您是不知道上海市政府 服務大眾的手腕 啊這服務人民群眾得靠手腕 往這看啊 出動二架無人機 飛越黃浦江為癌症病人送藥 還二架跟我們說說怎麼二的吧 人家說話怎麼這麼難聽 看官聽了 黨媒人民網消息 4月27號共青團上海市徐匯區委員會 收到求助信一封 一位家在徐匯區的老年癌症晚期患者缺藥 需要前往上海市浦東新區 領取緊急配置藥品 警察開路緊急送藥的 那不行 共青團上海市徐匯區委員會 需要進行協調 協調還要得協調 上海市徐匯區消防救援支隊 明白了派消防車快點 快不了 支隊需要再協調應急通信保障分隊 快出發吧等不及了人呢 沒事不及 應急通訊保障分隊經過開會決定立即 出發 規劃航線 航線 航線規劃出來以後 說什麼呢 經過暴批出動二架無人機接力 前往 無人機還接力呀 但只見兩架無人機忽悠悠悠飄渺渺 飛越黃埔江上 執行了這次約20公里的飛行運輸任務 歐葉 甭歐葉了還接力呢 明顯是一家送藥 一家跟後邊拍視頻忽悠響餐 感動中國呢 小劉都被感動了 沒有先甭說感動 先解釋解釋吧 這20公里的路 上海街上一輛車沒有 為什麼不直接開車送過去 啊 開車送 對呀 這廟方怎麼沒人提醒他 還沒人提醒 你們就是故意作秀 對不對 讓上什麼呀 所有掌握國家機密的人 都有責任替黨保守機密 屁秘秘呀傻子都知道 傻子知道也不能說話帶髒字 那可不是我說的 上海人全都那麼說 不會 上海人會唱文明 那您怎麼解釋 這上海人評價你們的無人機送藥 說脫褲的放屁 那什麼放出心境界 此處隱去一個字吧 還是 不會解釋了吧 當然會呀 原因特簡單 政府規定不許機動車出行 我們要以身作責維護交通秩序 謝謝 打住打住甭謝了 這規定5月1號那天開始的 無人機這事是4月27號還沒宣布不許機動車出行的 哦哦 行 對我黨政策既挺清楚 你去邊下去 對 27號確實沒這規定 罷他 什麼疫情一架 雖然沒公佈 但是我們內部人已經提前知道信了 我們要提前以身作責 都什麼亂七八糟的 不過也是 本身就是作秀表演 非人家說明原因 確實也是難為人家了 就是不但不表揚誇獎 還無端指責人民公僕 多殘忍啊 等會兒 表揚誇獎 確實有人誇獎了 呦 真炸出一個來 說說怎麼誇的 我們經得住躺一炮彈考驗 沒躺 網友問你們了 無人機飛越黃埔江送藥 怎麼著 這是喬被炸了的 典型惡意提問 燕雀草民暗制紅湖黨之治災 確實看不懂 網友不說了嗎 自己給自己設置障礙 然後自己在自己 感動自己第一名 考了個第一 還要說 這個城市的管理者 已經不按正常腦迴路思考問題了 笑噴了簡直 笑什麼笑 嚴肅點 黨是認真的 我們笑也是認真的 韭菜就是韭菜 完全不知正能量為何物 一天到晚雞蛋裡挑骨頭找茬 什麼叫找茬啊 一黨不說請主人翁監督嗎 監督 給個棒槌當真認的 我們這主人翁納了那麼多數 花錢養著你們 當然得監督你們了 拉稿吧監督什麼呀 全是雞毛蒜皮小事 什麼無人機送藥 什麼黃埔江邊長草 沒一件正面事 趕緊說說外灘 哪壺不開提哪壺讓我給 上海市民拍了一張外灘長草的照片 發離港海 你瞅瞅你們後來幹那些惡心事吧 什麼惡心 那個惡心得讓金大的說 不好 習大的跟金三胖要合體 作者金大的發網易號文章 網友為上海闢謠闢謠 外灘真的長草了 就煩這種倒口令的題目 作者說了 左本公號發了一篇文章叫《上海風聲一個月》 這張照片令人淚目 照片裡 寬敞的上海外灘廣場空屋一人 石板縫隙裡野草叢生 曾經的十里洋場國際都市 如今卻人機罕至荒草叢生 典型煽情 雖然只有短短一個月 竟然讓人有物是人非的唏噓 不覺間的畫面漸漸模糊 觀者淚流滿面 酸啊 我牙都掉了我了 到了晚上 上海網絡闢謠開始緊急闢謠 發了一堆的照片 告訴讀者外灘沒長草 反應多迅速 我們記者第一時間去的 到了現場喀喀喀一同拍照 回來就宣布了 外灘長草完全是反華勢力造謠 一根草沒有 逛溜溜打 還一絲不掛呢 你還 說什麼呢 流氓啊 不許持播上陣 我說你邊瞎話一絲不掛 無恥臭不要廢似的意思 惱羞成怒這呗 沒看草捉急對不對 對 抱歉您又得意早了 作者說了 今多名網友發布實拍照片顯示 外灘真的長草了 網友推測 網傳圖片顯示紅口外灘 而上海匹窯去的那個是 浦溪外灘 碰瓷外灘 您看看是誰被戳穿了惱羞成怒 什麼惱羞成怒 沒什麼可惱羞成怒的 這很正常 被戳穿了還很正常 事物有兩個方面 你們看外灘長草 我們看外灘木有長草 我暈 你們不是闢謠嗎 網友在哪拍的 您得去哪核對闢謠的呀 跟總書記一毛病 槓精 您非去那幹嘛呀 您找煤草地方去呀 我暈 您不上上海市委書記李強家地本上拍的呀 那更沒長草 那還是稍微過分了一點點 拍出效果差別推大呀 容易被不明真相的群眾發現 無語 算了 甭糾結一兩根雜草了 我們多忙啊我們 公安幹警啊 都多少天沒休息了 這些正能量 你們怎麼就不說 可以說呀 警察確實忙 上海人全都看眼裡了 聽聽 碰著眼睛血亮的人民群眾了 您說說怎麼忙的 大清零之前是忙著 攔截封鎖運送物資那 大貨車 主要攔截遼寧來的 怕千里投毒 到居民樓砸文抓人 那是個別的 大清零之後是忙著 安撫民眾情緒 沒錯 忙著維穩打擊說真話那些人 反華式的言論這人 邊接著邊 邊什麼呀 人家上海人都跟那看著呢 看什麼了 因為上海清苦金德鎮的老人 在超市買豬肉 買回來以後發現 商品豬肉竟然是外省捐贈那免費物資 他怎麼知道 胡說 這人屠夫出人呢 什麼叫屠夫啊 人家裝上有屠章為證 戳 戴戳那個 那塊肉把他拿出來幹嘛 這不添亂嗎 老爺的跟金肉控訴啊 結果好 公安駕到 上來連肉帶人一塊給抓走了 誇張啦 那叫帶走問詢 詆毀公安辦不是要犯罪的 再說了 我怎麼沒看見哪個警察 這樣 甭急 您往這兒看 老爺的反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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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大白警察同志工作壓力多大呀 要不這麼下狠手弄出餘情來 我們真得扒他們那身皮呀 就靠威脅力要讓打手玩命呢 再說了 你們不是一天到晚嚷嚷上海跟國際接軌 自由好嗎 警察執法稍微自由了一點點 你們怎麼就受不了了 不是打人抓人的自由呢半天 啊那也是一種自由 算了 我們上海警察就這樣 要想找有規矩的 上北京找去那是嚴格 打住啊 劉神臉打變行了 是說什麼呢 我這現成了北京警察粗暴執法的證據 這是槓精 這是槓精這人 把證據帶上來 讓我露兩眼上仰啊您呢 往這兒看 首先請出示一下你們的工作證 好嗎 我們現在在睡覺你們是破門而入 好嗎 不管你們有任何任何的理由 首先 我犯了什麼罪 你懷疑我們是殺的人 還是放了火 我告訴你啊 你說 現在我讓你穿上衣服跟我出去 回報我接受調查 你首先告訴我我犯了什麼罪 我現在告訴你 讓你口門存害你現在走 看明白了嗎 深夜破門而入 這可是您說這黨國帝都天子腳下 那什麼算了吧 警察這行當還是別討論了 這領域不歸我管 網友雲豆下餃子就說了 這是不是給犯罪創造土壤 萬一他們是強盜化妝的警察呢 這人糊塗 在我黨國強盜跟警察 還需要化妝呢 啊啊啊啊 網友說完就意識到自己這事兒了 我得打自己臉了 警察就是強盜 還是合法的 這才是悲哀恐怖之所在呢 這幫刁民呢 小聰明 全用在怎麼水陵公安干警身上了 聰明才智還遠遠沒開發出來呢 可以啦 你沒瞅見刁民給派所送那錦旗呀 啊上書兩行大字 幹啥啥不行欺負百姓第一名 直接考第一人民群眾 牛 牛什麼呀 警察多不容易你想想 當打手也容易受傷 有多少事兒啊 吃喝拉撒哪樣你說他們不管 拉撒什麼意思 拉屎撒尿警察也管 一般的倒是不用管 那什麼呢 罵他有時候有人在這方面違法犯罪 那警察叔叔可就得出手了 違法犯罪 您不知道北京這兩天正在嚴格執行 移公廁只能移人那規定了 對對對想起來了 奇葩到家那規定必須得說說這事兒了 妄議帝都說 北京晚報5月3號報導 北京市城管委表示 加強對公廁消毒 封控區內的公共特所 實行一人一消毒 禁止兩人及以上同時辱策 禁公廁還得手持48鐘頭之內的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對了 所以沒有陰性證明 一律莫認為不會拉屎撒尿 您怎麼不說說原因呢 那您說說原因呢 好多北京人知道 北京有一部分公共廁所 北京四十多歲的人 給毀了 四十多人密接的 來得早不如來得巧 蔡奇這才下令 進廁所掃碼 一廁所一人 門口有專門人把手 怎麼不把公廁全給炸了呀 真逗 蔡奇還記著問呢 蔡奇 這四十多歲的人是不是美國特務 不知道 問那小腳偵查對去吧 算了 他們瞅誰都向特務 哎呦簡直的也是 您說這不是要憋死北京人的節奏嗎 這還不如直接在廁所門口弄一堆大白 直接剛是紫的 您這也忒簡單粗暴了 萬一傳染中南海 您負責呀 就知道中南海 您知道北京人都怎麼議論這事嗎 愛怎麼議論怎麼議論 都怎麼議論的 人說了非必要不上公廁非必要不拉屎 拉屎需持24小時之內的核酸檢測證明 並且向當地社區報備 我還要說 聽來了咕叫就甭上廁所了 嗨 種地改上廁所了 是這意思 不會是上地理上廁所去吧 難說 要我憋的是真難受啊 北京人都自我解潮了 解不了手解潮 都說終於混到上廁所 離謠號也不遠的地步了 萬一倆人都憋不住了 這可怎麼辦 這得激起多少民憤 呸 你說噁心不噁心嗎 你們這兒都給北京人製造排泄系統的人道災難 想沒災難也行 有轍呀 跟河北千安大學好好學學 人宿舍有辦法呀 出門帶個大塑料桶 自己解決上廁所問題 想把北京人全變活動馬桶 遭點罪沒壞處 苦日子在後邊呢提前適應適應 為了上廁所別上公園別出去購物去 別坐公交利鐵 至少出門別吸東西甭喝水 一舉解決了食物短缺的問題 真好 看來這辦法真比困難多呀 什麼辦法困難呢 根本就不是困難 那是什麼呀 是沒有困難創造出來的困難 這還真是 按現在上海的陰陽標準 什麼北京洋人、鄭州洋人 全不算洋人 都是陰的 啊這陰陽一張嘴 你們就這麼玩我們 玩唄 跟你講啊 我們政府公務員也刷屏 也刷屏 昨兒3號 河南鄭州不是要封城嗎 鄭州人跟螞蟻似的 想物資投跑 那路都堵死了 把我們給勒了 勒你們還勒啊 多可笑啊 其實屁事沒有 上海當初鬧得也那麼歡事 現在不也涼快了嗎 知道沒事 你們還繼續折騰北京和鄭州啊 那必須的 上海不折騰 那是因為上海那錢都折騰光了 折騰鄭州北京 是因為他們小金處還在 明白了 一盤大棋 折騰韭菜 保二十大 平安 白夜了個催 願不這推特老司機一通感慨呢 一場疫情讓中華民族到了最弱智的時候 不好 有人要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 別看你今天鬧得歡 小心今後拉清單 我看行 好嘞 送人好茶 手有餘香 歡迎您訂閱、分享 下回節目再見 再見 再見